青梅 加油 上訴到底 上訴到底 再一次 青梅 加油 上訴到底 上訴到底 我們今天是只得知了判決主文 我們現在還不確定說判決的理由為何 因此此部分到底是 原民會被認定說這樣子的行為 不構成侵權 還是是因為其他法律上的理由 那這部分我們要等到收到判決書 並且嚴密以後我們才有辦法就是確認 那再來就是關於本案 我們認為這只是一審的判決 對 那我們收到判決書後 我們會看看判決的理由 再跟部落這邊做討論 如果部落這邊決定要上訴的話 那當然本案是可以繼續上訴的 那其實因為像這一個案子好像 它有一些比較嚴格的事情 那它比較會要有出貨的 那是可以為人家被剪判 那可以幫我們分享比較 那另外本案事實上 巡美部落是原告 那原告的話 它其實要負擔比較重的責任 而且它也必須要能夠將所有 青梅的藥件已經證明出來 對 那本案畢竟是涉及到一些比較 特殊的一些法律問題 例如說 附落到底它的當事人視乎的問題如何 那還有就是本案是否為 可以主張這個問題 那我們當局律師是認為說 這些都是合法的問題 但是法院也實現得有比較嚴重 那也一直在原告擔任 侵權行為的原告的時候 其實只要任何一個部分 是被法院認定為不構成的 那它就會有可能達到 你到底是否會這樣子 接觸 因此我們有10月回說 本案目前可以認定 因為一定沒有侵權 當然相信的是 我們一定要等判決 輸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知道 目前醫生法院是否有認定 好 謝謝律師 謝謝 謝謝